我先談這個北蘭河這件事情 因為柯文哲劈腿嘛 劈腿 柯文哲阿扁還有郭台銘嘛 柯文哲的聯合內閣裡面有沒有民進黨 沒有 他不排除跟民進黨合作嘛 所以呢 他後面還有兩隻腿可以劈嘛 我跟你講這個劇情一定是這樣 三姑六婆 都出來說對方不好嘛 本週末就會破局了啦 欸 下禮拜郭台銘就會放棄連署 直接挺柯文哲的啦 那他挺柯文哲呢 他們不會配啦 郭台銘只要跟柯文哲達成默契 以後郭台銘負責一部分的角色 他可以阻隔 郭台銘也可以負責財經部會 管會都給你擺 財政部經濟部 你剛剛APEC代表也是你 也順便讓郭台銘下車啦 我跟你講這個案子喔 到最後就是郭台銘他也不會選啦 但是郭台銘會出來說 支持柯文哲 講完這句話同時嗆一下侯友宜 我都願意支持柯文哲 你還在等什麼 我們都合了 你們不是要下架民進黨嗎 就只有你侯友宜 不要只有你國民黨不要 只有劈腿的人才會開始嫌對方啦 你正好你如果劈腿 你如果決定要劈腿啦 你一定會說 你為什麼每天早上都睡那麼晚 冠警他老婆都有弄早餐給他吃 為什麼我都沒有 就開始嫌了你知道嗎 開始嫌的時候就表示你要找借口分手 對然後還跟我的朋友講說 你看 那個Linda 我都不是 那個Linda每次都跟Angela出去 然後都不理我 然後我一個人在家吃晚餐 就當女朋友你看 然後旁邊就說 欸對勒 一般是自己操作過 才可以講出那麼生動 親身經歷嘛 親身經歷 這樣自己操盤過 才可以講那麼生動 來 我現在最怕一個事情 兩家有錢人的小孩子想要結婚相親嗎 那個老闆媽也出來 我們那個80郎不是要那種老闆媽嗎 老闆媽就出來說 你們這個小孩子都大公在五四三 你們這個做老闆老闆的都不可以 我決定 你們兩個就是結婚 開話那麼多 那在這個局裡面誰是陶吉媽 陶吉媽就是有外部的一些人 陶吉媽出手啊 都要聽陶吉媽的 陶吉媽只要出手 不要再去結婚 陶吉媽出手 這一場又會翻牌